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镇二 福桥码头提升工程将在今年10月取动 2024年第21届前运会筹备工作进行中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8月29号星期四的乌卡莎尔新闻 我是嘉欣 马上带你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 莎总理纳杜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博士 昨天抵达悉尼 继续澳洲访问星 他和莎政府代表团所承担的专机 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33分安全降落在悉尼机场 随行的包括莎政府秘书纳杜阿玛默哈默阿布巴卡 莎能源以环境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纳杜哈兹兰 莎财政司纳杜斯里旺里佐曼 及莎总理政治秘书法治鲁丁 莎总理定于星期四在新尼国际会议中心ICC举行的 2024年澳洲东盟商业论坛上发表主题为 《东盟绿色经济动力》的主题演讲 随后他将与其他几位受邀嘉宾 在能源专心与绿色经济主题的讨论中分享观点 另一方面 莎总理纳杜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博士将见证 澳洲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 AMDC与沙拉越澳洲商会SABC签署谅解备忘度 澳洲东盟商业论坛在8月29日至30日举行 这次的会议重点关注农业、粮食安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等主题 同时也特别关注脱炭、素质化转型、游客经济、医疗及卫生 莎总理定于8月30日返回古境 明都鲁港将在12月底移交给萨利亚政府 萨利亚副总理纳杜阿玛道格拉斯表示 这项决定是昨天在布城举行的 联邦沙拉越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最终确定了 他说会议是在位于布城的交通部办公室 由交通部长陆兆福主持 他在一份媒体声明中补充 联邦沙拉越联合委员会已经制定明确的时间表 纳杜阿玛道格拉斯表示 这项决定也符合联邦政府与沙拉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也就是备忘录盖速了明都鲁港口 从联邦港口过渡到沙港口的计划 沙副总理纳杜阿玛阿旺登亚代表 少列参与在温莱皇宫举行的 马来西亚与温莱第25届 年度领导人会谈LC25 并与温莱苏丹哈桑纳博尔基亚会面 有首相纳杜斯里安华率领的代表团 还包括沙巴首席部长纳杜斯里哈芝芝 外交部长纳杜斯里莫哈莫哈山 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东姑扎夫鲁 高等教育部长纳杜斯里赞比利 教育部长法迪纳和其他政要 通过会谈 马来西亚和温莱同意加强各领域的合作 尤其是旅游、教育、投资、文学、科技和军事等领域 同时这项合作预计将魏莎带来巨大的利益 刺激经济增长 加强文化联系 并在关键领域开辟新机遇 另外两国也签署了三项双边文书 迈向新的篇章 进一步加强两国40年建交关系 这三项文书包括设计马来西亚和温莱之间的土地、化界的第一阶段量解备忘录 设计温莱、沙拉叶和沙巴的航空运输领域合作量解备忘录 以及建立协调海上通道临时委员会的协议交换照会 纳都斯里安华在结束对邻国展开的为期两天访问后 在返回杰隆坡之前 在温莱国际机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露的 沙拉叶政府寻求扩大可再生能源能力 以重点关注、提及、水力、发电、CPS相关的研究和合作 沙公用事业和通讯部长纳都斯里、朱莱西、诺拉威 星期二率领沙代表团前往新南威尔士州的雪山水力发电 TUMU3设施进行工作访问 这次的工作访问主要是探索沙拉叶抽续水力发电 储能PHES的可行性 因为它被视为实现沙在2030年生产十几瓦目标的组成部分 抽续水力发电储能是利用重力将从下水库抽到上水库的水释放出来 在需要时为电网供电 雪山水力发电计划包括八水力发电站 配备33台涡轮机 总发电量为4100兆瓦而每年平均生产 4500兆瓦时的可再生电力 其中包括两个地下电站 雪山水力发电TUMU3设施是雪山水力发电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项计划是澳洲主要的水力发电和抽续水力发电的储能设施之一 沙代表团在参观Tabingo大坝之前听取了关于TUMU3运营的简报 Tabingo大坝是发电站上方的水库 在发电和水资源管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次的考察 访问团是由澳洲外交贸易部通过其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促成的 自在深入了解澳洲的能源转型努力和开发技术 特别是抽续水力发电储能 沙公用事业级通讯部和沙能源公司 致力于让当地社区参与T级水力发电和抽续水力发电储能可行性的研究 以确保这些社区参与沙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明当尔浮桥码头提升工程将在今年10月实施 毕即明年8月竣工 沙交通部长纳都斯里李锦胜表示 沙政府已经通过沙河流局批准300万令吉拨款用于提升工程 他说这项项目将于8月30号进行招标 整个公传实施需要10个月的时间 以此同时马拉端区立法议员 纳杜陈冠勋也对该项目的实施表示支持 新鸟之乡的燃起团结精神持续燃烧 且人们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即将在9月22号至28号举行的 2024年第21届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 沙父政府秘书纳都斯·战琪表示 州委会正在努力做好准备工作 确保所有计划顺利进行 同时作为第21届烧烈马运会首席执行员 纳都斯·战琪决心通过监督活动规划和各方面的实施 以便参运会与马运会一样取得成功 所以, untuk persediaan kita memang bukan sahaja start hari ini tapi memang sebelum SUGMA pun dari tahun lepas hinggal bulan-bulan lepas memang kita telah buat persediaan jadi, sama dengan SUGMA kita telah mengadakan 23 jawatan kuasa jawatan kuasa yang berlainan untuk memastikan semua dapat berjalan dengan lancar yang penting, jawatan kuasa teknikal ini telah memastikan peralatan, peralatan yang perlu venue-venue yang perlu dan juga aspek-aspek teknikal seperti peraturan seperti ketua teknikasi teknikal dan juga pengurus pertandingan telahpun dilantik dan telahpun diberi talimat dan dari sekarang sehinggalah September kita akan mengarahkan banyak mesyuarat dan juga menjelang pertengahan September mungkin ada juga rakti rakti untuk masih prasmiang penutupan yang akan diarahkan kedua-duanya dalam stadium terpanduan di Tekra Jaya 她是昨天受邀在 RTM 刷立电台 REFM 做客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的 谈到其他的准备工作 那都需暂时表示 在马运会期间 接受培训的 大约1000名志愿者 也将继续提供服务 其中包括 场馆经理 在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观看 沙总理 迪达 悉密出席 澳洲东盟商业论坛的画面 以上是今天的 烏卡传言新闻 我是嘉欣 我们再会 一直更多新闻资讯 可以浏览 烏卡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同时也时刻关注 烏卡的官方网站 烏卡.sara.glv.my 和订阅烏卡YouTube 来获取更详尽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